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电子领域最前沿的技术 畅想未来的科技生活 而久富盛名的CS创新设计与工程奖 也将带领我们回顾在过去的一年中 有哪些出色的产品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赞赏 那么就让我们随着网易前方记者的镜头走进拉斯维加斯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吧 我们先来谈谈新 英伟达退出了全新的移动端处理器Tegra X1 配备8颗64位CPU核心和256颗GPU核心 具有上代处理器K1两倍的超高性能 功耗也抵挡没朋友 运算能力爆表的X1 将首先出现在英伟达自家的Drive PX自动驾驶平台上 以供整套系统的12台相机帮助车辆判断周身情况 另一边挑票无数次的英特尔新一代14纳米制程 Broadwell处理器终于在CES2015上正式亮相 Broadwell比前代产品在显示性能 视频转码以及续航能力上都有所提升 不过目前发布的所有新制程处理器都是双核 高端的四核版本则要等到年终了 享受不到最新最强处理器的笔记本厂商们 只好选择忘记参数 比如联想就在这次CES的新品上 选择走极致轻薄路线 新的Yoga系列大多比前代产品更加轻巧 Levy HZ550更是拿下了世界最新13寸笔记本电脑的称号 而新的ThinkPad X1 Carbon 最能打动粉丝的或许是小红点的回归吧 除了笔记本 联想还有我们带来了两款新的手机产品 Vive X2 Pro维持了X2的时尚设计风格 配置方面双卡双待 5.3寸1080P屏幕 8核64位骁龙615处理器 和前后双1300万像素摄像头不发亮点 而另一台B90则是世界首部采用64位英特尔处理器的手机 搭载2GB内存 32GB存储和4000mAh电池 并配备光学防抖 不过机身设计就显得简朴了一些 另一家老牌国产大厂中心 带来了一台大屏手机 Grand X Max Plus 6英寸720P屏幕 2GB内存 16GB存储 电池容量3200mAh 支持高通快速充电技术 后置摄像头1300万像素 前置则是500万 拍照能力似乎并不含糊 说起拍照 也许你还记得这台拥有1英寸2000万像素感光元件 和莱卡镜头的最强拍照手机Lumix CM1 从下在CES上宣布 CM1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发售 据传售价约1000美元 喜欢拍照又不爱扛相机 暂前带它回家吧 华硕这边两台新机都让人觉得有点眼熟 ZenFone Zone背后的大眼睛 和Lumia 1020像是孪生兄弟 双色补光灯 激光自动对焦 2.0大光圈 光学防抖和专业拍照模式 让人这台全球最薄的三倍光学变焦手机转足眼球 只不过这个13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让人不禁捏把汗呀 另一台ZenFone 2 则是主打性价比的一款中低端产品 它搭载了英特尔处理器 3000mAh电池和快速充电技术 后置1300万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 低背板采用2GB内存加16GB存储 而高背板则是4GB内存加64GB存储 这个音量键后置的设计有没有让你想起谁 对啦就是LG LG带来了最新曲面屏手机G Flex 2 5.5寸23度1080P曲面屏 624位8核骁龙801处理器 1300万像素光学防抖主相机 320mAh柔性电池 支持快速充电 后壳也用上了最新的自我修复材料 比起第一代真是秀外又惠中 不过要比弯 LG的老邻居三星好像更胜一筹 三星宣布在今年将一口气推出9款曲面显示器 而作为本次CES重头产品的SUHD高端电视 和量子点电视也都采用了曲面屏幕 真是一弯到底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的新电视产品都将搭载自家的Tizen智能系统 但Tizen智能手机 却仍然没有降临 难道是在逼什么大招吗 最后压轴出厂的索尼也不约而同的没有发布新款手机 不过仍然看点多多 只有4.7毫米薄的4K电视XBR900C 以及世界最小的4K摄像机 都让人不禁佩服索尼和4K较情的决心 只是新旗舰音乐播放器ZX2的横空出世 基本上给我们35周年信念款的ZX1判了个死缓 索尼的法你这么狠心刷机身 所粉纹知道吗 节目最后让我们为一位勇士送上祝福 一辆搭载了最新无人驾驶系统的奥迪A7概念车 已经出发前往CES所在地拉斯维加斯 我们祝它一路平安 也期待着CES2015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下期节目再见咯